一、二、三、二、一 短棒點下去 點的位置還不錯 三連手接球之後傳向一壘 這是一個成功的犧牲短打 把原本在一壘的詹子弦推進到了得點圈 所以最後還是選擇比較保守的犧牲觸擊 把機會做給接下來的越東華 越東華今天是三個打數超出兩支安打 三次的擊球都很強勁 看這個時候能不能夠來當功臣了 上班的名字 越東華跟我一起 越東華 越東華 本季的打擊率也是來到了三成 今天三至二的演出 打數比較少啊 有好表現很容易就會散到三成 嗯 把握出先發的機會咯 因為依照過往的陣容來看的話 其實今天滿有可能是周四世奇會起來 帶你先發的 是 因為周四世奇最近的攻擊來看並不是很好 越東華表現也不差 所以才換到一個先發的機會 而且今天確實啊 從攻擊表現來看 越東華其實打得很好 嗯 上來帶打周四世奇其實表現很不錯 這一球面對變化球揮棒握空 嗯 這一棒的節奏比較像是在面對速球 就比較這個變速球很明顯 揮棒的時間做成早 好 噢 魂姬在得點圈的打擊很高啊 十三個打數敲出了八隻安打 六成一五的打擊率 又一發的拳雷打 現在就看他 能不能夠來 試鞋子敲出關鍵的安打 還是打成了界外 投手的球數領先 應該是同一個球種 第一個球發現搭著跟不進來 再來一顆 doute 過了 你 街上 街上偏空 我 王 街上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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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比6平手的局面看看谁能够率先来突破 总理兄弟是在七局下 攻下了4分把比数给扳平 现在要继续来全胜追击了 这就选球选掉 两好两坏 那岳东华有一个很可怕的数据 他本期面对到左投手的打击率是高达了5乘45 反而面对到右投手的打击率只有1乘94 所以是一个打左投手特别有心得的选手 应该说他打数少啦 有时候样本比较小的过程当中总会出现这样的数据 是 还是持续残怒当中 是 恰恰应该在想什么时候才可以吃蛋糕 你现在要吃的话 举一举之间也可以啊 就把公主选择下来 两好两换 这个节奏真的不OK啊 不OK 来到比赛后段的时候 然後這個突然間節奏變得非常的緩慢 前面五集差不多打了一個小時 光六七有這兩球要打兩個小時 懷球來到滿球樹了 對於Lamiko桃園來講 待會也剩下九局上的一個攻擊機會 兩位的牛棚投手賴智元跟吳成哲在暖身當中 滿球樹對決的時刻 壞球結果是保送了打擊的岳東華 這個半局兩個上壘者都是黃偉誠投出四壞球保送 當然這個保送原則上 對手背方來講也不見得算是個壞事 那現在考驗的就是高宇傑的打擊了 現在就看高宇傑的四十一級的攻擊能力如何 這樣比賽來到了八局的下半 現在一出局 中心兄弟攻陣到了一二壘 打擊有人倒是年輕的捕手高宇傑 本屆的打擊率是來到了三成三三 那因為先發的捕手黃軍生已經退場了 所以現在只能寄往高宇傑的這一棒 這個時候是有機會來一棒當英雄 那現在投手控球狀況不好 第一顆球其實可以稍微選擇 吻下一人四人 應該是沒有揮棒 雙手一攤所以是壞球 現在尤其當投手控球不穩的時候 其實對打者來講 好球帶其實你可以縮小一點 也就是說如果你接下來這個高宇傑要積極地做攻擊 就差不多鎖定紅洞這個球來打就好 這樣也可以持續給投手來施壓了 因為它若是控球狀況不好 你又太捧場的話 其實對打者來講不是件好事 第一球還是一個壞球 這一球出手 結果三連方向軟弱的滾地球 傳二壘再來不及往一壘傳了 嗯 林立的傳的位置傳的比較低 那順順傳這顆球搞不好是個雙渣 所以是封殺一列王二壘跑的跑者 所以高宇傑還是沒有辦法 來把分數打回來 兩出局一三六跑者 那這個時候 在凌晨飛的部分也是上場來守備 所以是把林立來換下場 因為剛剛這顆球確實 林立都是穩穩傳 但應該蠻有可能是個雙殺 嗯 因為高宇傑變成是個捕捕手 腳程其實也沒有很快 但它最後其實傳的位置 傳的比較偏差了一點 嗯 那讓余德龍是從游擊移防去移防 到三壘 然後把林立成飛上來守擁擠 是一個守備的一個調度安排 嗯 好一三六跑者 第九棒的王勝偉 這場比賽來到後段 掀起了全新的高潮 到底誰能夠先搶下這個超前分 所以以剛剛那個球來講的話 我覺得高宇傑的出棒還是稍微比較急了一點 嗯 嗯 剛剛那個球從位置上來看的話 不是一個很好打的球 一三六跑者 兩出局 王八的打擊 低球變化球沒有進的好球袋 王勝偉今天前三次的攻擊 也是比較不理想 有遭到三陣兩次 而且兩次都是揮棒落空 那你想要當英雄喔 一個打擊就夠了 是 而且王勝偉的部分 也是非常會打這種關鍵一擊的 英雄命 那他命格當中的英雄命 這一個時候能不能夠發威一下 這個半局其實在猛像打線是 還沒有敲出彎打 兩個上來者都是靠著投手的寶送 來贈送禮包 你現在這個時間點喔 最害怕的就是爆頭 現在對 廖建部來講的話 比較偏低的球 如果在擋著這部分來講要做好 跑越著頭部的搭檔 再回聲抽一個牽制 但有時候 中指的節奏會慢喔 其實跟投手中比較無謂的牽制 我覺得也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這樣的牽制 其實對你包裝的跑者 是沒有什麼威脅性的效果 今天到目前為止 中信兄弟團隊 是敲出了12隻安打 攻下了6分 那LAMGO是敲出了7隻安打 也是攻下了6分 這個偏高球路 出手慢了一點 回棒了空 不過投在這個位置是蠻危險的喔 但這顆球說真的 要打這顆球要有準備 因為它其實是在 訴求在偏高路跟變化球不一樣 這顆球算有點高 就像是暴船 暴船那裡就好勝 這一個時候 越是要小心一些 小細節的部分 專注度也要格外的提高 但剛剛這個牽制 其實暗號是捕手打的 一三六拋著 一毫一換 哇喔 這一個控球狀況 哇這是今天LAMGO 中繼投手的部分比較麻煩的地方 因為包括這個葉佳琪 黃偉城也都有出現這樣比較 比較離譜的一個控球 這個球還好是變化球比較好接 可是如果是訴求都不好接 可能真的就讓賽上的滑水跑回來了 就是來到了一毫兩換 這球出手 三壘方向的滾地球 結果三壘手擋了一下之後再轉 Safe Safe 哇 五一類神這邊是判定是Safe 所以讓中繼兄弟跑回第七分 他要挑… 他好像說的是他腳有離開了一半 那在LAMGO桃園這邊 哇 所以中繼兄弟是跑回了超前分 來到7比6 現在馬上當然LAMGO桃園這邊來到比較後段 也是要來挑戰一下 啟動了電視輔助判決 這個球 魚肉已經傳的 院長偏差蠻多了 可能就不撿 他這個球還接得到 第一時間 一壘神判定是 陳俊秀的腳有離開了一包 從一壘神的手勢來講 他是認為他的腳是離開了壘包 你看這個球 這傳的偏差這麼多了 他還有辦法接到 而且腳幾乎… 從我們這個角度來看 感覺腳是有放在壘包上面的 是 得要看有沒有辦法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腳最後跟壘包的距離 真的… 手臂雖然更換喔 但剛剛余德龍這顆球 確實也沒有傳好 第一時間沒有接到還有一點機會 那最後那個傳球 傳的真的偏大比較多了 喔 三壘今天真的不論是 王威辰 林立還是余德龍 好像有受到詛咒一樣 明天賽前我們還叫 這些有失誤的都要消去啦 三壘這個防徐拜拜是不是 對… 要按一下這個地基柱 因為今天其實 內野滾地球也蠻多 那不論是遊擊 二壘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一壘也還OK 但就是唯獨三壘這個洞 Hot Corner 哇 狀況特別多 如果待會兒是維持一個原判的話 中士兄弟就是跑回了超前分 而且可以持續來攻陣到得點圈 繼續來攻擊 那如果是改判的話 中士兄弟就這個第七分會被沒收啊 那結束這一局的攻勢 雙方還是平手 我覺得這顆球成績效果已經不簡單了 能夠最後好像腳還要留在壘包 身體原則上你都已經完全伸展出去 因為這顆球如果掉到後面就不用講 搞不好連現在在壘包上的跑者 他也會回來本壘得分 所以這一個Case是蠻重要的喔 看了是蠻久的時間 嗯 主持人的部分也還在等待最後的一個結果 剛剛有看到洪宇宙總教練 特別又來跟這個葉佳琪做一個投球的叮靈 今天整個控球狀況不是那麼理想 訴求還是有維持著他的火候在 他沒有看他們跳腳在看 有出來了嗎 洪宇宙總教練 在經過五天的一個休假之後 重新歸隊來領軍 今天就有蠻多的狀況 所以感覺好像一直沒有找到比較適當的鏡頭 對 不過剛剛一壘省的這一個站位 應該是OK的 因為他到最後他其實是有離開他原本的站位 繞到純粹狀況跟腳跟擂包的距離 是 今天的一壘省是張展榮先生 也是一個非常資深的執法裁判 我真的等了蠻久的時間 我真的等了蠻久的時間 好這個時候來看一下最後在一壘這邊 喔賽 維持原判 所以忠信兄弟跑回了第七分 哇不愧是天生就具有英雄命的男人王盛偉 但他這次的英雄命是別人給的 哈哈 無論如何忠信兄弟是跑回的超前分 來到了7比6 而且持續攻佔到一二壘 來看一下這個角度 最後 我們這個角度真的看不出來 因為他的這個腳尖 到底有沒有touch到蕾包 剛剛人家在裡面看這麼久 這個角度更不用講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直接掌握到 腳尖跟蕾包的位置 那所以在這個play出現之後 也決定讓黃偉誠來下場休息 LAMIC桃源是換上第六任的投手 背號76號的吳承哲 要來接替黃偉誠的一個投球 這一局就見識到什麼叫做 兵不行的 兩個保送一個 支舞就掉了一分 對 而且是沒有出現任何的安打 嗯 剛剛王正人這個只是算一個 三連方向的滾地球 看起來只是一個平反的滾地球 卻出現不平反的結局 對 可能會影響這樣比賽的勝負 中心兄弟現在是攻下了第七分 再來看一下剛剛的這一個play 余德榮第一時間是 只有把球擋了一下 起身再喘 喘得非常的偏差 一個慢抖 這個判決真的也很有可能會 變成這樣比賽跟分水嶺 你看所有人其實都有指的 陳俊秀的腳說 那腳原始上已經離開了 因為在跑的人跟陳將 好像都有看到他的腳 對 都有在注意 我沒有想到 這個 休假完畢之後的第一場比賽 就給洪總 這麼多的考驗 確實我感覺到 洪總總戰的眼神其實是有點疲憊的 嗯 胡承哲的部分 本季出賽了有27場 一勝兩敗的成績 兩個救援全功 有兩次的中季成功 總共投了27又三分之一局 那自責分率偏高 7.57 現在面對到的是 近況非常火燙的吳東榮 今天講出 猛打賞的男人 所以接下來就看這一局 有沒有辦法拿下更多的保險分 去年對無聲者來講的話 確實是表現蠻好的一年 是 但今年來看的話 感覺是狀況起伏 相對來講又比去年來的大多 第一球是一個壞球 今天在 南米戸桃園的中季投手 其實上來 表現都不是那麼穩定 雙無的對決 雙無的對決 吳成哲對決吳東榮 內角球 還是壞球 連續走了兩壞球 今天確實對 南米戸來講 上來的這些中孔走 壞球的太多了 嗯 這些範園會掉分 一開始也是因為 黃偉辰的兩個室外球保送 這一球 揮棒落空 來到了一號兩壞 有點在抓 直球 不然過往 其實對吳東榮來講 他算是一個選球 還蠻謹慎的一位選手 是 那這一球很明顯 你看他揮棒的動作都漲了 打擊的境況是非常的火燙的 所以出放也是非常的果決 一二六跑者 一分的差距 猛向打線 終於在八局下來 再把 這個領先的分數拿下來 被警告了 對 被警告 有一些手 手勢的動作 嗯 球數來到兩好兩壞 對於 兄弟來講 也是希望再把領先擴大 增添一個贏球的本錢 這球出手 結果打穿了游擊方區 新鮮鑽大 二壘上的跑者 來到了三壘 停在三壘這一邊 吳東榮 厲害喔 今天是TK 四肢安打 但都沒有辦法帶回打點 嗯 這個位置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原則上 朱鑫守得非常前面 很快就要接到這個球 是 這個球要跑回來 應該也是死的 這個冰彎球打得很好 你看 他幾乎就站差不多 遊戲手後面好像沒有多久 那這個球 若是高舉要回來 應該還是出局 所以擋現在是對的 持續攻擊都滿累的 你看他 從剛球 有點往本壘方向跑的時候 他還沒跑到三分之一 所以要回來本壘得分 其實是很困難的 哇 又要換了嗎 現在投手教練又來到場上 今天對於 拉密歐團員來講 這不只是豪華的換頭 這是超級豪華的換頭 所以吳成哲的部分 上來也是 一個出局數都沒有抓到 又要來退場休息 在換頭的控告 請觀眾朋友在簡單的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中華直播 有了TriVago 可以輕易地根據需求搜尋飯店 並找到符合大家期望 且在預算內的理想住宿 找飯店TriVago 新的TriVago App簡單好用 讓您輕鬆比較飯店價格 為了再戰悟空 達爾盡不顧一切 讓巴比提控制 進化成更強的超級賽亞人 與悟空較量 戰鬥中釋放大量能量 卻加速了封印的解除 互犯為了攔阻魔人的誕生 拼盡全力做出最後的抵抗 曾經是打敗賽魯的超強賽亞人 還能再創奇蹟嗎 週一至週五晚間六點 2019全新強檔動畫 七棟珠Z改 魔人服務篇 就在艾爾達綜合台 全球最恐怖技術改編 水底情深金獎大導監製 你不讀書 電視官導演最新力作 這本書就讀了你 8月7日 在黑暗中說的鬼故事 8局下半 現在LAMIC桃園是換上帳 比賽第七任的投手 背號89號的賴智元 本季出賽了有這個 17場 都是終界後援來出賽 兩勝一敗的成績 總共投了17局 自私憤慮的部分是3.71 那比較不理想的是 美決的被上了個月 高達了1.88 這場比賽 LAMIC桃園已經是換到 第七任的投手了 賴智元上一次的出賽 是8月3號對上 富邦翰將 中繼投了一局 被打了一支安打 那沒有10分 最後是拿到了滲頭 王偉晨的部分 來挑戰一下 能不能夠連續16場比賽 敲出安打 這場比賽前四次 是 繳了白卷 有一分雜點 能不能夠來延續 連續安打的場次紀錄 就看這一次的攻擊 第一球就出手 左外移方向的飛球 歐巴 先前一支場打 而且是一個場地規則的二雷安打 所以 王偉晨的部分是 帶有2分的打點沒有問題 這個球設定得很好 而且完全咬中 也讓他連續安打的場次 推進到了連續16場 這隻安打確實是關鍵的 擴大領先 中繼兄弟來到了9比6 3分的差距 來看一下鎖定第一球就出手 面對一個稍微偏高的球 這個球確實打得很好 也打得夠深遠 是王偉晨非常擅長 這樣一個反方向的攻擊 跟反方向來講 如果這個位置就是 想要送出滿罐砲的時候 那他的攻擊的力道 一定要維持得非常好 要問一下陳俊秀怎麼打的 不過體重兩位選手差距就還滿大 大家等待王偉晨的手轟 其實也等滿糗了 到現在還沒有跳出聖陽的手轟 不過至少這隻二雷安打的演出 現在是把領先再來擴大來到三分的差距 而且持續攻撐到二三壘 最重要的就是讓他連續安打的場次 推進到連續十六場 不簡單 陳子豪今天也是有兩隻安打的演出 當然除了自己打得好之外 我覺得教練場也不斷給他一些機會上場 我覺得才是經典他最後能夠 慢慢再回到三層 滿重要的一個關鍵 開技的時候是歷經好一段時間的低潮 是 甚至連這個開路先鋒位子也拔掉 嗯 這一球帶起來 在中外野方向的聲韻飛橋 還是往後推 出去了 三分炮 陳子豪這個時候錦上天荒 拉了一個中外野方向的三分打電拳雷大 比數來到了十二比六 陳子豪本季的第十四紅出爐 這一局怎麼用豬羊變色來行人 哦 原本一分感覺像都要打好久才打下來 但是一個似乎開始 確實是這場比賽來講的話 Ramigo來講在八局下半遇到最大的問題 哇再看一下 我覺得釣得那麼低啊 哇 陳子豪真的是又帶著他的一號木桿喔 嗯 但這個開手力道來講應該 我看應該三號鐵桿 三號鐵 他的怪力夠了 對對對 他若是拿出來的羅賴馬 應該直接就要扛出大橋 是 陳子豪本季的第十四紅出爐 而且現在 真的這一局喔 基本上已經快要把 拉米格桿羽給KO掉了 平致盛打第一球 有幾方向的滾地球接球 傳向一壘 終於結束這個半局 忠信兄弟的攻勢 在八局下半是 一口氣攻下了有六分 來到了十二比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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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